我记住还有一点想法 就是我个人认为现在很多人争论这个AI和真实 所谓真实摄影的这个问题 他们有一个 或者说就说摄影 不要说真实摄影 他们会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他天然的就把摄影等同于一个图像的结果 就是他认为摄影一定要生成一个图像 然后所以大家会觉得AI和摄影之间存在一种就是关系 因为AI结果就是图像 但是就像您昨天也说 就是摄影的这个东西也包括了 不只是这个图像的结果 也包括了这个摄影人的行为 心理活动 以及包括如果他成为一个实物展示的话 他有很多他的介质特性等等 所以然后之前我看到一篇文章 他在讨论这个摄影和图像分离的可能性 就是其实我也看到很多 他们说是摄影艺术家 一些日本摄影艺术家 他们已经放弃了 不是放弃 就是他们已经不怎么使用这个传统图像结果来做它的展示 比如说他们会烧毁大量图像 然后倒在那个展厅里面 就是这样的一些更装置性的东西 那样的他们也可以作为摄影 就是我们不要搞错 就不要把摄影和摄影行为搞混淆 还有就是一个艺术行为 这是不一样的 摄影 摄影行为 艺术行为 所以像刚才你也用我的例子 就是说我做作品的时候 还有行为 还有装置 对吧 还有很多理念在里面 但是这些东西是我的艺术行为 那不是摄影 摄影是我用到的一个手段 我在这个艺术行为里面 有一部分是摄影行为 或者说主要是摄影行为 所以我们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把概念搞清楚 把这些东西分清楚去谈论 所以作为摄影来说 那我们如果谈论摄影的话 就还是要搞清楚 什么是摄影 牢牢抓住摄影的定义 如果你对一件事没有定义的话 去谈论它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这个标准随时在变 一会儿它变成了摄影行为 一会儿它变成了作品 一会儿它又变成了影像 一会儿又变成了 所谓的什么艺术行为 所以就混乱了 所以这个事情出发点 就是先给摄影做定义 我对摄影的定义 就是用技术手段 记录光的现象 所以技术手段 涉及到器材 这些载体 这些东西 光的现象 就是我们不管是视觉感知到的 还是说自然界的电磁波 只要能把这个光的现象记录下来 但是一谈到记录 就一定是有载体的 这个载体 可能是我们熟悉的平面影像 它也可能是一个全息图像 总而言之 它要把这个东西承载住 所以我们一谈到说 如果说我们平时用的平面摄影的话 那就是图像 所以如果从定义出发来说 摄影就一 它的结果就一定是一个图像 这是由它本身的性质所决定 对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混乱 所以说你说那个日本艺术家 他把那个烧掉干嘛 那是他的艺术行为 他用摄影的媒介 作为他的加工材料 他拍的照片是他的摄影行为 但是他运用到了摄影 那这个摄影产生了图像 他把图像烧掉以后 是对摄影结果的再加工 也就是说他整体是一个艺术行为 他对这件事情 实际上他这个作品的核心 不是针对摄影 是针对图像 他的图像可以网上随便来烧一堆灰 对 只是说他去拍 但是拍和用别人现成的照片来烧 在这个理念上又不一样 他其实这样回来 又去针对摄影本身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真实的这种对光的现象的记录 在他看来 是不是终将变成灰烬 也和其他的东西一样 最后变成一堆灰烬 我们无所谓的东西 所以你分成这个事情去考察 就不会混淆 对 一定从 就是我们 其实考察认为一下 这是一个 虽然是 这是思考的基本方法 也是哲学的基本方法 先把你要说的一个一个概念 一定要定义清楚 要不然你后面概念一变 这个事就变了 对吧 所以把 所以为什么我要给摄影做定义呢 这也是我在讲摄影的时候 我知道必须要给摄影做一个定义 对 要不然后面就没法讲了 是 学员的认知都不同意 对 这样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去展开 就是我们牢牢抓住摄影本身的特质 然后分清楚摄影本身 摄影行为 艺术行为 对 去把它分清楚就好了 然后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您认为摄影和其他平面 就是它不同于其他平面艺术的特殊性在哪里 或者这个问题就可以转化成 有什么东西是只有摄影能做 而其他艺术形式所做不能做的 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回到摄影的定义 因为一旦有了定义之后 我们这些事情就可以判断了 摄影是用技术手段对光的现象做采集 那么光的现象是来自于哪里 就是现实 客观世界 对吧 那么摄影 所以说摄影的一个特质 尤其是我们在使用摄影 在形成图像的时候 我们在使用摄影手段的时候 它的特质的东西就是面对现实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采集的方式 通过我们影像的构建的方式来表达主观意图 但是摄影的本体是我们面对现实 对现实进行采集 从本质上来说是对光的现象进行采集 但是它来源是 对 但是透镜的成像又和人的眼睛的观看特别像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好像摄影好像和眼睛看到的非常接近 其实我把它虚焦 或者是我不用镜头 用其他的方式也是采集 只是那个离我们的经验就很远了 对 更抽象 对 所以摄影它的特质就是对现实的一个采集 这是它的区别与其他的图像方式 但是我有时候会觉得就是我们就一个结果来看 就是因为它生成一个图像嘛 然后它和其他东西也生成图像 它们似乎就仅仅只是这个过程的不同 就是一个是采集这个现实 一个是就是比如绘画 它当然也来自于现实 它不可能画出来就是地球上完全不存在的东西 对吧 它只是再加工再创造 但是它那个 那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绘画它也是某种的现实的材质 是 但是绘画来自于你意识的呈现 就是说现实首先是进入到你的意识 然后你经过意识加工以后再现一个影像 那么绘画是这样 我如果说咱们比啊 就是比摄影和绘画的话 摄影是来自于现实 对现实的光学采集 绘画呢是无中生有 在一张纸上 在一个平面上 把你意识构建的东西 意识里面已经构建的东西 把它呈现出来 而且这种构建呢 在你画纸上的时候 它是逐渐的 你在你的拓展当中 它不是一次性 对 而且是在修改的 绘画会经常修改 而且绘画像长出来的东西 对 但是摄影是什么 我把摄影的特质呢 分成两个层面 一个是选择 一个是建构 选择就是这么 现实有这么多 这么多现象 你的镜头对准哪 你的四块包括什么 这就是选择 然后是构建 构建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画面怎么去建构 也就是说我们最熟悉的 所谓构图 对 你不去建构它 那你的影像怎么形成呢 它就是一个所谓随手拍 对啊 随手拍 它就是没有建构意识 它有一点点选择意识 但是没有建构意识 它的主观成分 没有进入到这个 对 没有进入到这个媒介的特质 利用这个媒介去控制它的影像 所以你看摄影是选择和建构 那么绘画是什么呢 绘画实际上是前面呢 是一种感知 感受 认知 在意识里面形成以后呢 它有一个想象 有一个预期 然后在平面上 生长和制造出来 一个画面 这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如果从影像上来说呢 其实影像的结果来说呀 摄影跟绘画的本质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它都是平面影像 但是呢来源不一样 过程不一样 然后这个来源和过程的话 就会造成就是 其实就会让这个创作者的这个主观性 有很大的区别 就是这个不是主要的区别 这个不是主要的区别 只是手段不同 也就是说 他们可能会有非常相近的这个意识方法 但是它俩手段不一样 比如说有的那个摄影师 他会拍下来以后 大量的后期 就是包括用图章啊什么的 就是它也很类似于一种 绘画的方法 对 但是它这个手段还是不一样 就是 它其实是不一样 还是因为前端不一样 也就是说 你可以这样 如果说你从大的影像 影像的建构去理解摄影和绘画呢 你可以把它归在一起 你甚至可以认为摄影也属于一种特殊的绘画 对 那么怎么说呢 绘画的形象是来自于你的想象 对 对吧 那摄影的形象只能来自于现实 对 比如说我拍 它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 只是我们选不同的角度 当我们选不同角度的时候 其实就在建构 比如说 你这么看 它是这个样子 你这么看 它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一种选择 对吧 然后你去在不同的位置看 它又不一样 它和其他的东西的关系又不一样 这就是建构 所以摄影是用这个方式来画 我的画带引号的 就是说如果从大的概念来说 摄影是一个特殊的绘画 可以这么去理解 但是绘画那个是你先有了形象 大概也理解 就是他俩的区别可能没有那么大 但是 其实还是挺大 还是挺大的 也就是说咱们是这样 咱们也不用纠结 大不大 区别的问题 不用纠结 谁有优势 我干嘛的 这个事是这样 我们去好好的去认识它的本质 是的 摄影的本质就是那样的 绘画的本质就是这样 对 那么作为一个创作者是什么呢 你愿意拍就去拍 你愿意画你就去画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 我跟你说 真正就是以摄影为娱乐的人 他会觉得画画好难 摄影多容易 但是这个事跟我们所说的图像表达 和我们有意识的摄影 或者有意识的绘画 没有关系 就是我们在这个层面上也要分清楚 娱乐和你真正在考虑用媒介的事 把它做工具 咱们把它中间画的非常清楚 画一个界线出来 要不然又黏糊在一块了 你就觉得好像有些爱好者的想法 好像就代表了一些创作者的想法 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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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